今天我们的两位观察员在观察室已经就座了 一位是来自百合网的首席情感顾问周小鹏女士 另外一位是微表情专家胡慎之老师 欢迎二位 在爱情中啊 每个人都有所索取 很多人希望通过婚姻来获得一生的保障 但如果这种保障不够给力 或者幸福感减弱了 该怎么办呢 今天前来我们节目求助的一位叫王爽的女士 就面临这样的困惑 我们看看她的烦恼来的 王爽和丈夫春国已经结婚三年了 三年的时间里 王爽为这个大她十岁的丈夫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为了照顾好孩子和家庭 王爽辞去了工作 成为了一个全职太太 可本来快乐幸福的生活 却在王爽成为全职太太之后消失了 三年里她总是不断地跟我争吵 我也尽量地忍耐 我曾经想放弃过这段婚姻 但我舍不得孩子 我想挽回我们之间的爱情 我不想失去这个家 现在王爽的丈夫居然提出了和王爽离婚 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家 王爽决定踏上保卫爱情的路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爽登场 请 您好 您希望我们帮你保卫爱情 那么你可以保证你提供的资料都是真实有效 并答应尽力配合我们的安排吗 尽力就配合安排 OK 好 请坐 这是你的三口之家 结婚证 看起来挺恩爱的呀 为什么老公要跟你离婚呢 老公现在对我们母女俩也不闻也不问 不高兴他就瞅我就闹心 赶紧滚吧 让你滚 怎么会闹得这么严重 你跟他好好谈过吗 他不关心我也不听我说 他怎么不关心你 我现在跟小孩 就是日常生活 他就是买点菜 我一年已经没有生活费了 不管能要钱都不给我 要求离婚 那这样的日子不过也罢 因为我现在小孩特别小 没到三次我和你还是应该有个完整的童年 所以你是为了孩子不愿意离婚是吗 是的 好 明白了 说说当初是怎么在一起的 当初我们认识是在网上 您丈夫比您大还是比您小 比我大10岁 我40他50 那您结婚够晚的 我是晚婚 那您的先生呢 他是再婚 当时我们也没有像那个青年那么恩爱甜甜蜜蜜有那种浪漫呢 因为我们散婚 每在三个月就有孩子了 他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不跟我结婚 就是要这个孩子 你可以把孩子生下来 那时候是不跟我登基 跟我爸气得差点让我去转发了